看饭科 长脖子 你好 我是总编长颈鹿 你好 我是帽斯编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海啸 海啸是怎么来的 是单纯的大浪 还是地球生气了 想要反复人类的动作呢 台湾会发生大海啸吗 当我们遇到海啸的时候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海啸是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巨大海浪 当地震发生于海底时 海水因为断层错动 而发生剧烈的起伏 被台起形成了强大的波浪 并造成灾害 这就是所谓的海啸 这样看起来跟海浪差不多啊 不不不 这两者的威力可不能相提并论 当海啸与海浪 在波高与海岸宽度相同的情况下 波长决定了它们的强度 海浪的波长大约是10到100公尺 海啸则是100公里起跳 所以海啸从海水带上来的水量 至少是海浪的1000倍 而且在远洋的海啸 时速高达800公里 就算到了近岸 也有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 这样的速度再配上巨大的水量 对于沿岸的建筑物而言 就像是同时被无数台10速50公里的车子撞击 威力非常可怕 说到这里 Mouse边 你认为地球上哪些地方 是常被海啸侵袭的呢 海边吗 不然呢 海啸的主要侵袭范围 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 这里是地震的密集弹 尤其是板块边界附近的海沟 更是大海啸的主要发源地 另外有些地方虽然不会发生海啸 但却依然有被海啸侵袭的记录哦 像是2004年苏门达腊发生的地震 就引发了海啸 当时可是重创了印度洋沿岸呢 可是景录 学者们是怎么判断哪些地方 是容易被侵袭的地点呢 这就得借助海啸过去 所留下的历史资料了 像是文献记录 还有一种叫做海啸石的石头 海啸石原先存在海底 在大海啸发生时 它们被海啸的力量卷起来 海水退潮后就被遗落在陆地上 分析海啸石的成分及形状大小 学者们就能推测石头 是在哪个年代被海啸带到陆地上 进一步了解过去海啸侵袭的位置 还有当时的规模 像是琉球群岛 就保存着1771年八重山地震海啸 带来的海啸石 还有1867年发生过海啸的台湾基隆 在和平岛附近的清朝文物上 也有一次海啸带来的成绩物 所以台湾也会有大海啸 那该怎么办 没问题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 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 设置了世界地震观测网 和散布在大海上的海啸侦测浮标 当引发海啸的大型地震发生 或是浮标侦测到海啸讯号时 预警中心就会 发布警报 帮助我们预警距离陆地较远的海啸 如果是在台湾附近海域发生了 可能引发海啸的大地震 则会由中央气象局设置的速报系统 以简讯通知大家 是国家级警报耶 太好了 我不是国家级边缘人 我也是广告简讯 等一下也就是说 天哪 海啸真的要来了 是的 海啸真的要来了 那么各位观众 你们知道海啸要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逃啊 不然呢 没错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逃得好呢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往高处往内入 找坚固抓牢库 我们之前提过 海啸的水平速度非常快 就算到了岸边 也有着时速50公里的速度 人类根本跑不赢 因此当海啸很靠近时 不能往内陆 而要改往高处跑 当你逃得越高 就越可以躲过绝大多数的海啸 但万一附近没有高地的话 那么也只能尽量往内陆逃离了 啊 其实逃难时开车 不一定是个好方法哦 要是刚好开到一半碰到塞车的话 在地势不够高的地方 该怎么懂呢 这时就只能找最近 而且又高又坚固的建筑大楼来躲避 也就是找坚固 但万一真的来不及 不管是身边的大树也好 坚固的物件也好 只要能够报警抓牢的 就赶紧抓牢库 想办法活下去就对了 往高处 往内陆 找坚固 抓牢库 千万有记住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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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